9号下午一辆大货车载满了瓶装酒 行津华联市和平路 建林街口时 因为酒箱堆叠较高 一个不注意就勾断了悬挂在马路上的电线 但驾驶却没发现 直接离开现场 而警方在货报之后立即到场疏导交通 同时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货车上满满都是黄色塑胶制货栏 一整排看上去是相当壮观 原来这是装载酒瓶的烟酒供卖局专车 不过下一秒惊险的事发生了 最近在货车往前开时 一旁的红绿灯耗质感好像整个被人用力拉了一下 明显向前弯曲 随后又往后弹了回去 就像一只超大型弹弓 原来就在专卖局专车经过时 因为货栏堆得太高了 就那么巧勾到了垂掉下来的电缆线 慢动作再砍一次 由于驾驶丝毫没有察觉电线 就这样被货车勾着往前拉 随后硬生生被扯断 旋垂挂在马路中央 警方马上联络台电并协助指挥交通 所幸现场只有因为电线阻挡 一部分交通路线被影响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也没有造成停电 算是有惊无险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前 务必检查及确认车辆的状态是否正常 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造势 没有人受伤或死亡 而没有依规定处置的话 要属新台币一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逃逸者不要掉扣 其驾驶执照一个月至三个月 不过造势驾驶也因为 事发后没有留在现场 直接开走被警方带回侦办 三千记者综合报道